我想如果再继续打下去的话 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当然中共是不是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它现在目前实行的三板股政策 但是要且战且退 到了什么时候会真正的 它完全看不过的时候要改变策略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想到目前的情况下 通货膨胀是会越来越加快 而这种通货膨胀 目前和过去通货膨胀略有不同的是 它可以称之为输入性的通货膨胀 而且这个力度 力道来得比过去强而大 所以它可能将对中国的 有些房地产泡沫 这些产生某种刺破的作用 就是把房地盘泡沫挑破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通货膨胀产生的政治性 它产生的不光是经济后果 很可能要产生某种政治后果 所以说这样一个通货膨胀 到了一定的程度下 中共是受不了的 它恐怕相当承受下它要退却